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用速摊打到了江派的软肋 4月6号全军审计工作领导小组成立了 总后勤部部长廖锡龙就说 这是胡锦涛和中央军委从形势发展和战略全局做出的重要决策 直指江派军中的势力 6月22号军中总政治部要求干部要申报收入资产和投资 这一波又一波的速摊行动也导致了军中资金的大规模外逃 与大陆最接近的台湾首先感到了这种变化 台湾的卓越杂志就出了一篇文章 说了台湾对军中资金外逃的感知 台湾把帮助中资洗钱的人称为白手套 一个白手套就说 在头半年他就安排了一笔新台币28亿的资金进入台湾 主要是购买上市公司和地产 今年头三个月 中国对外非金融类直接投资是高达160亿美元 比去年的同期是大幅上涨了95% 文章中说 薄熙来事件已经引发了中共第二波第三波的地震 侵扯到了薄熙来的总后台江泽民 江泽民的侄子就被从上海常委中除名了 他也交出了政法委书记的权利 江泽民的儿子支持的上海常务副市长杨雄 也被从常委中除名了 所以江泽民派系和军队系统的资金是紧击外逃 台湾比其他地区拥有更多的优势 军队的资金可以通过台湾商人的白手套 或者是地下钱庄直接汇入 不用绕到第三国 为什么胡锦涛会用速滩来针对江派呢 因为江泽民在位的时候 他是通过贪腐治国 闷声发大财都已经臭名远扬到国外了 为了让军队服从自己的指挥 江泽民是通过贪腐来收买军中的高官 所以江泽民的铁杆除了手上有血债之外 贪腐也是十分严重的 好 今天的微视频就到这里 关注更多微视频 请到新唐人网站直接观看 新唐人网站直接观看